不小心看到的啊 不小心看到的这篇帖子 你看为什么缺解呢 以前呢在学校里 是比较喜欢读来读往的 因为我觉得社交呢 是一种特别累的行为 你知道缺解是anti真人格 我是一眼就看得出 别人这种虚假的表演下面 他的真实目的 真实动机和形成原因 他的真实的潜意识是什么 你看缺解一眼就看得穿 别人潜意识的人 是很让人讨厌的 因为你的眼神藏不住 哪怕你什么都不说 你还违心的去复合 就是迎合别人 附和别人 但是你的眼神藏不住 就是带着社交假面具太累 就哪怕是很违心的 去迎合别人 别人会得寸进尺 他以为你这种迎合 你这种客套 是你真实的想法 是你真的没看穿 他那些比真实的那些阴暗的勾当 那些狡诈的不上台面的猥琐的念头 缺解看的是疫情啊 甚至你的历史 你的这种 你看缺解跟这个 一直在聊天的库尔德大叔 就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印尼的一个鸡 缺解说他就以前就是印尼社会底层 一直做欧洲白男生意的这么一个鸡 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这种鸡 从凉之后 上岸之后 这种趾高气扬 这种什么小人得志那种猖狂 他是有的 却给一眼就识别出他就是个鸡 但是呢 他呢 还要做的很多的这种假的这种招数啊 就是什么要表现高端啊 表现自己什么有文化呀 表现自己什么 现在又到了什么欧洲的文化里 如一得水呀 欧洲的这种开放的自由的平等的 他都不知道欧洲也一样有重男性女 一样也有男女不平等 他以为到了欧洲就到了什么天堂一样 那你就看得出他把欧洲捧得这么高 就说明他以前的那种认知有多么的low 多么的狭隘 他的生活经验也有多 他的思考能力也没有 但是他非要 还喜欢 有一个啊 这个是什么呢 是摩尔多瓦的这么一个一个表子啊 正在Q中国 哎呦 他这个印尼基他跟着旁边的嬉笑啊 他就他就觉得缺姐是不好掌控 他一开始他看中缺姐 他就想控制缺姐 他就想支持缺姐 缺姐就没让他支持 他就是想服从性测试 他对缺姐进行服从性测试 他认为缺姐是东亚来的女人啊 比他低等 顺利时光啊 看到他这种东南亚的猴子 缺姐一压根起就就想着他怎么这么猖狂呢 他要对缺姐进行服从性测试呢 所以缺姐就没 就没太给他脸 他就特别济会缺姐 因为我一眼就看得出他是鸡 因为他就有鸡的那种从娘之后的那种小人得志 穷人诈服的那种猖狂 还有那种想掌控一切 不可一世的那种那种那种架势 所以说缺姐就知道 这个人他应该是出身非常之低 受教育程度也非常之低 而且以往的这种职业经验 职业经历是非常不成功的 非常失败的 没受过什么教育 所以他才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缺姐就看着他了 就这种人 你说缺姐要跟这种人社交的话 是不是觉得会很累 会非常之累 所以缺姐呢 就尽量的不要跟人产生太多的交集 喜欢独来独往这种人呢 其实是最容易被人被刺的 为什么呢 就说如果你总是喜欢独来独往 你身边也没多少朋友 你在所处的群体中 也不存在亲密关系的对象 那你就得小心被人背后伤害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之高 为什么呢 如果你长期不和周围的人交往 他人就容易把他们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投射到你身上 而你往往难以发觉 就像荣格学生的经历 在长假结束后回来 发现被分析者已经悄然编织出一张 对他充满负面看法的网 而再次相见时 对方又会说 没想到会产生那样的念头 这正好应了 那个缺席的那个总是错的 所以呢 经常独处的人 你不但会引发自身无意识中的 邪恶本性 还会招来他人的投射 所以正因如此 独处的人往往会被人视作古怪 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你就容易被当成肇事者 实际上 别人会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投射到 独来独往的你身上 所以当这种不安全感 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会引起他人的愤怒 并促使其采取行动 进而伤害你 这个孤立你霸凌你 所以呢 你尽量不要行之影淡 你要学会 跟这个群体里比较善良的 比较好说话的 比较这个人心比较好的人 融入群体 聊聊自己的心理话 分享近期发生的事情 千万别觉得不屑于去做 因为这对你是有益处的 正是因为这些必要的交流互动 才能使别人对你投射阴暗 内心阴暗的那个阴影 消失掉 你看缺解呢 就为什么说在这个语言班 我哪怕我不喜欢德语班的 这两个本身是母语 是俄语的这两个俄罗斯党吗 我不喜欢他们 因为我知道俄语表子 是非常欺软怕硬的 是非常鲁莽的 自以为是没见过什么样 是比较粗鄙的 但是呢 出于自身的这种利益的可能 却却不得也假装跟他们设交 压根起跟他们就不是一路人 本身呢 这种前苏联的 这种说俄语的人呢 到了德国以后 他们是被当成什么呢 斯拉夫人看待的 斯拉夫白人是 白人中最低等的白人 甚至比这种拉丁的白人还要低等 所以但是呢 他们又因为自己的肤色比较白 头发比较黄 眼睛比较蓝 还容易冒充 比如说这个瓦尼萨 它是有这种金发蓝眼的 它想冒充 但是它那个鼻子 尖鼻子 它是冒充不了 而且它的俄语口音 缺点一耳就听出来了 跟这个库尔德大叔也说 我说你看啊 这个瓦尼萨和瓦利亚 都有俄语口音 我说但是瓦尼萨长得不像 不像是这个不是特别 我说我一耳都就听出来 结果开始的时候还要跟我装 装它是德国本地土生土长的 我说那天的口音就瞒不住嘛 是吧 你说你有什么历史 你说你装什么装呢 真把别人当傻子了 把别人当傻子 人往我自己就是个傻子 但是缺姐就没揭穿它 结果瓦利亚跟缺姐背后说 瓦利亚就是从俄罗斯过来的 她跟你瞎说呢 她就是从俄罗斯 从小从俄罗斯过来的 因为她有一个很鲜明的俄语口音 瓦利亚跟缺姐接发她 缺姐说我知道 因为缺姐在当面 问我说你是不是 这个口音受一点这种什么 其他的母语的影响呢 因为他的得一口音 缺姐一听就知道了 结果瓦利亚瞪个眼睛否认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就想这 这傻逼是吧 这我跟你说什么呢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我跟你叫什么这呢 然后瓦利亚就开始跟缺姐揭发她 缺姐就知道 你果然就是 说 你果然就是说俄语的 这个然后呢 这个库尔德大叔呢 这个萨伊姆的跟缺姐说 说这个瓦利亚 这个比瓦利亚的口音还要重 我说对呀 她的口音是最重的 我说她这个瓦利亚的口音 比我的口音还要重 这种甚至缺姐的口音 基本上也就是比瓦利亚要轻一点 比瓦利亚还要轻 就是在我们俄语帮里边 然后呢 缺姐就说 我说这个小王 叫这个Chris 我们的这个匈牙利的这个 一直勾引缺姐的 一直纠缠缺姐的 这小王 他也有很轻的口音 他有匈牙利的这种东欧人的口音 很轻 但是他声音特别好听 他是学音乐出身的嘛 然后缺姐就说 我说呢 那个摩洛河南混血的那个小姑娘 那叫伊姆 还有你 你们俩是美口音的 我说只有你们俩 美口音 但是你们俩长得最不像德国人 那几个都是东欧的白人嘛 你像小王 瓦尼萨瓦利亚 都是东欧白人 这个萨伊姆呢 是这个土耳其的库尔德 库尔德人 尽管他有蓝眼睛 他那个鼻子 他那个眼 反正那个轮廓长得就不像 是白人的样子 你像那个摩洛河和那个 荷兰混血的那女孩 一眼就看到 都像北非的 皮肤又黑 深眼睛 深头发 长得比较板正 其实长得挺漂亮的 但是你知道他不是白人 果然 你看这个伊姆呢 是生在德国 土生土壤的德国 他是没有口音的 这个库尔德大叔 他从小是在德国长大 他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母语的影响 尽管在家里他们说库尔德语 但是受到母语的影响比较小 他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所以他也没口音 只有这两个 长得最不像德国人的是没有口音的 其他全都有口音 包括缺解肯定也有 别人也能听得出 缺解一些这种迟疑 就是有些单词啊 我在找词的时候 这种迟疑就暴露出你是外国人吗 其他的 那缺解还是比较 比一般的中国人的口音要轻多了 这是缺解非常客观的说 然后呢缺解呢 其实并不喜欢这两个 说俄语本身 母语说俄语的这两个大妈 但是呢 因为抱团的喜欢 哎呀什么呢 你落单别的别的人 他真的会试探你 你像这种low逼 我根本就没有惹你 像这印尼基 缺解根本就没惹他 还有那摩尔多瓦那婊子 缺解也没惹他 他们就拿中国开刀 缺解看不行 我必须得抱团 跟我们德语帮的抱团 否则的话 别人就会拿你 没事就拿你开划 然后你跟谁都开火吗 你跟谁开火 你在这班就会被孤立 因为他们的心下里 是抱团是玩在一起的 所以缺解就知道 这样是这种需求 那缺解下一期 我就想不跟你们这些人 一起混 你们这些外国来的人 心里的这种毛病态度 就是你没惹他 他会主动的来招握你 像缺解这种 是隐藏自己的 我异小出身 我戏剧学生出身的 我会隐藏自己 我以前当过大学老师 在中国 我会隐藏自己 我在中国当过记者 我隐藏自己 我给自己造了个假人设 我说我自己也是 食品批发商 这些食品批发商 就涵盖一切了 你就不用问我学历了 你不用问我中国的工作经历了 就这样就行了 然后老师就很奇怪 你一个食品批发商 你就跟其他的在海外做小生意的这种中国的农民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这么傲气 你说你的傲气 你的傲骨是藏不住的 你对这个事物的评判 他看这个老师他就很奇怪 他一直在分析缺解 他一直在扫描缺解 他就觉得你对很多的人和事 你缺少这种什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这种小人物 对于什么比你高阶人的这种崇拜 那种跪舔 那种仰视 为什么你表现的 你表现的不像是一个 中国来的这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 干小生意的这种 中国生意人 中国农民的这种样子 那种表现 那种心理逻辑都不是一个逻辑 这老师就很奇怪 老师一直搞不懂 到底缺久是傲在哪 他还要拿小王跟缺久比较 你看小王有这么多才艺 你都不崇拜人家 包括香港来的这么一个 什么以前做什么电影 这个电影发行 你说电影发行算是什么牛逼的工作吗 哎呦 你看你为什么不崇拜 小王会拉手风琴 来自音乐学 你为什么不崇拜 这老师就很奇怪 你天天关开我干嘛 你作为老师 你八卦这个干嘛 而且这老师 既然你说三十八九岁 也不知道结婚还没结婚 小王正米兰 就是勾引缺节 因为这老师知道缺节 多大岁数 就觉得缺节 太长太年轻了 能勾引这三十三岁的小男人 所以这老师也要展现自己的女性魅力 要换衣服 买了新衣服 什么知性的 女人味十足的 洋气的 换了一身 换了一身 穿上来 说句话 那老师长得像印度的猴子 就像印度人 特别瘦 干嘛瘦 又黑 特别黑 又矮 这老师还没缺节 刚才确定就一米五八 一米五九 这老师比缺节还矮小呢 但是特别瘦 他顶多七十斤 瘦的都不像样子 这老师 那脸都是像个猴一样 你说你说你长得也不像个白人的样子 尽管这老师是本地本岛出生的 但这老师大概就是有北非血统的 这个老师呢 是很鲜明的北非血统 这老师非要穿那种什么知性的 按照白人的样子打扮自己 说句话 你就不要那么打扮自己 你长成那样是吧 又黑又瘦又小 你就按照正常的打扮自己 你穿运动掉就行了 他非要展现什么女人知性的魅力 支持女性的魅力 确认都看了 他这种心态就觉得好笑是吧 确认50岁了 看你这种比确认年纪小的女人 这种什么心态呢 确认看得一清二楚 其实你想他们老师是吧 你为什么要展现你的女性魅力呢 我是来听你上课的呀 你把课教好了 你把课背好了 别他妈移到每次上课之前 你早到那么三五分钟 打开电脑 搜几个题 搜几个句子 搜几个什么 这种口语练习 然后你夸夸让我们这些傻逼们 自己瞎几个说 也不纠正也不矫正 你连课都不背 你就糊弄我们 这他妈你 你也拿这个工资 你要对这个工资不满意 他们就辞职滚 是吧 你既然拿这个工资 不管这个工资 你满意不满意 你都应该 你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这是最起码的 做人是最起码不 你看这老师呢 是又不要付出劳动力 他又需要亲个考试时 这些学生学员们 这些外国傻逼们对他的跪舔和吹跑 你看这老师 这种偷奸耍花 这就是猥琐 这也就觉得这是不道德 不职业 不专业的表现 这老师居然还是拿着什么文学博士偷衔的 他既然你是博士是吧 你就干着跟你博士相称的工作 你既然觉得教我们这些外国的傻逼们 体现不出你的这种 你的学术价值 那你就干着跟学术相关的事吗 你就不要干这种初级的 教这些比这个教幼儿园 这个语文难度还要低的这种西班牙语 是吧 你觉得这种是非常枯燥 无聊 无乏味 那你就不要干这玩意吗 自己呢 是自己选的 自己选择职业 自己选择职位 自己又不好好尊重 他还要学生对他的尊重 学生对他的跪舔 真的吗 虚荣 这老师就是装 就是假 就不实在 不真诚 不诚恳 果不其然这学期 下学期他就走了 今天去这个语言学校团学 学姐一看 他就没在老师的列表里边 不知道干嘛去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 也是一个糊弄的 一看就是糊弄 就不想好好教学了 那你们就干着跟你们自己的这学历 跟你的资历相对应的工作吗 是吧 去找好的工作吗 不要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吗 这种人就误人子弟 还当老师呢 真他妈可笑 缺解当老师可没有这样过 什么还要在学生面前展现女性魅力 颜值魅力 真他妈可笑 我们又不是跟你相亲 跟你搞对象是吧 你干一孩你就爱一孩 你到什么山头唱什么山歌吗 对吧 这老师也是 还非常的怀疑缺解 为什么这小王 东欧白男 你就这么帅的帅哥 还有才艺是吧 还会拉手风琴 来追求你 你就是看不上他 他妈我已婚呢 我比他大17岁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呢 然后这老师和这个瓦利亚 都很妒忌缺解长年轻 他妈我长了年轻 我是经过千刀万剐 千锤百炼 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自律 我才保持这样的颜值 那你不断的自律嘛 是吧 你瓦利亚 年轻时 又有群劈 又有这个天天的吃甜的酗酒 每天是一瓶 至少一两瓶 这个酒 红酒 要不红酒 要不这个白葡萄酒 要不就白烂地 要不就香槟 他没有少过酒 没有断过酒 而且他还吸大麻 做身为警察 还吸大麻 身为警察去群劈 经常勾引男人 跟男人睡一下 他妈那些 不少的糟命 这种人 你说你 然后又瞎几个整容 本身你就是一个 东欧白人吧 本身那个皮肤啊 其实他有颧骨 他也有下颌骨 本来是可以帮他耐了 可以作为承重强 可以支撑他 不容易了 结果他把下颌骨 给削掉了 削斗 削窄了 腮帮子窄了 跟他妈 螳螂 想跟那个 葫芦碗里的蛇精一样 那可不 一下子他就没有承重强 可不就一下子 那个肉 肉皮就搭了下去了 可不一下子就老了 他又不运动 那你说你就缺陷 那至少 那我也是 隔三差 我会 运动一下 我也有过 颓废的时候 发胖的时候 但如果这么什么 群劈啊 什么天天的吃糖啊 天天的酗酒啊 什么臭大麻吸毒啊 这也缺陷没干过的事 我生活就除了说我狂吃海鲨 我唯一的不自律就是我狂吃海鲨 吃很多的米粉 我这样吃胖 吃碳水化合物吃胖的 我唯一最多了的时候就是吃米粉吃胖的 我没有其他任何不规律的 不自律的 不自爱的 不自动的事 从来没干过 他们这样 我怎么可能说 比你还老呢 我本身我就压着人 本身我的真皮层就厚 本身我下个股就宽 本身我全股就高 所以他们就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缺陷比一般的中国人看起来还年轻 他们认识中国人 他们也接触过中国人 知道中国女人到了50岁也不可能有缺解这样的 那缺解现在又健身了吗 这小王不追求缺解吗 你看缺解没有因此 沉溺于什么爱情的泡泡幻想里 缺解反倒是赶紧的 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突然想一击一击拎自己一下子跳出 我不能 既然你纠缠我 说明我还是有点价值 有点能力的吗 是吧 要不你不可能一眼看中我吗 说明那我就得把我的这个优点发扬光大 我要提升自己 你看 为什么说你恋爱的 如果说你遇到了有男人 看中你 你要做的是提升自己 而不是沉溺于对爱情的幻想里 你沉溺在爱情的幻想里 其实男人是没有爱情这个东西的 男人只是看能在你身上占点什么便宜而已 你借这一股东风 你提升自己不好吗 这个男人爱不爱你 想不想占你的便宜 你不让他占不就行了吗 你赢了你很好地爱你自己 然后你这辈子人都是孤独 包括确实已婚二十年 我都觉得很孤独 有没有老公 其实关系也不太大 没老公 但是有老公会也缺解很多的 这种心理上和社会身份上的认同感 否则你会缺少一个什么呢 别人对你的社会能力的一种认知 一种认同 说明你这个女人不靠谱 这个人没能力经营一段长期关系 那我确解我就需要这种社会身份 这不就是人和人在打交道 你看有这么多的心机要动 你说你独来独往能行吗 也不行 你还得了学会积极地融入人权 确实又不想跟这些有心理疾病的 这些社会 这些loser混在一起 跟他们因为他们的负能量会影响缺解 你包括这印尼基对缺解的这种恶意 你包括这摩尔多瓦的这婊子对缺解的恶意 包括乌克兰的婊子 他们都觉得缺解 因为缺解一看就不是那种 从中国农村过来的 这种做小生意的这种 看起来就跪舔 就哈的别人 傻了吧唧的那种 一看缺解就是受过教育的 他就不服气你 他就要整你 他就要来挑动你 来试探你 他来看看踩你 看能踩得到踩不到 结果被缺解全都踩回去 缺解非常的 叫什么呢 有来有往 你不要以为我是中国来的 就等于中国的农民 中国人分好多个社会阶层的 有没有受过社会教育的多多事呢 只是缺解不露出来而已 我故意隐藏一个身份 因为没必要跟你们显卑自己 是吧 你们不值得我一显卑 这老师跟缺解去上的大学里的暑期班 系暑期班的那个老师 是大学同学 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那个老师肯定会告诉我 缺解现在这个老师 这个妮娜以前干什么干什么的 然后这个老师已经走 但这老师才会明白缺解 原来到底真实体系是什么 这不就狗眼看人低吗 坐井观天吗 这个老师 这长得像那个印度人的这个老师 他就是没见过世面 他见过世面 他都不可能是 一直在扫描缺解 试探缺解 不服气缺解 真的吗 可笑